以下的節目是由得寶牌雞翼贊助 請繼續收看 要拼酒等得氣水 李時珍先生 主持人 你們好 李時珍先生 你好 我知道李家世代業醫 父親近是一位名醫 那你是不是自小就受到家庭背景的分圖 從小到大想做一名醫生呢 其實不是的 由於當時民間醫生的地位十分之低 而父親都想我讀書應效 以便一舉性命出人頭地 那既然父親這麼強烈地反對 而你又對白訪問沒有問題 那你又是怎樣成為一位醫生呢 由於這樣 我怎麼學都學不入腦 多次去武昌應效 都是落了磅 直至到23歲的時候 我請求父親延求學問 讓我學習 那代表我求學的決心是這麼堅定的 於是父親先免為其難地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真是很敬佩的精神 你至少體虐多病 但幸好你的性格 安健 純真 克服困難 才可以做到一位有名望的醫學家 這個堅毅不拔 和勇於學習的精神 是多麼令後人敬佩 嗯 嗯 那本草歌目是一部醫學著作 是什麼原因驅使來編寫它呢 因為我當時發現了很多毒性藥品 竟然被人認為可以九福現年 為禍無窮 為了不讓百姓受苦 我決心就要重生編寫一本本草書籍 我在本草書籍的江時候 我確是不可以約一點去鬆懈的 嗯 當時你為了編寫本草歌目 不時勞苦去到江蘇江西 湖廣安徽等地方 為甚麼呢 我當時希望可以遠攝深山曠野 觀察和搜集藥物標本 除了親力親為 到各地採藥和自身試藥 中編放了明依宿魚 和訪問了一些農夫 漁夫等的平民 搜集民間驗科 嗯 嗯 到了這麼多地方 難怪後人為了這樣 所以寫了 遠貢 闢陽 之處 險 心 嘩 這還要稱為了 我記得 記得 為了讚揚你 為發聲付出了這麼多 嗯 達成了這麼大的貢獻 還要編過編著一個 四處深探 風餐露宿的生活 對 拼文你用了三十年的時間 編寫這本著作本草歌目 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你當中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呢 在編寫本草歌目的過程中 最令我頭痛就是若冥混雜 往往都農清若物生長的環境 情況 過去的本草書 雖然作出很多反覆的解釋 但是由於有些書 作者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 所以 越解釋 就越糊塗 而且 是十分之矛盾的 事我莫春一時 所以 我就決定要重新編寫一本本草書籍 哇 三十年確不是一段短的時間 那你有沒有這樣放棄啊 沒有啊 因為我覺得 就算我付出多少的時間 和犧牲自己的一個私人時間 都可以幫助百姓 幫助後世 令到他們的病 速快傳遇 健健康康 這個不是成功之後 更加開心嗎 是啊 幸好你沒有想過放棄 雖然經過了長時間 艱苦的實地調查 就有清了很多藥名的疑難問題 最終在公園一、五、七、八年 完成了被草乾目的編寫工作了 嗯 傳書裡面 約有五十二卷 座藥就有一千八百九十月 座藥就一瓣多個 成了我個藥物學的口前著座 和其他本草書都不一樣的 都有很大的改變 我們又繼續請女士甄師生為我們介紹 而最大的改變就是 新增了藥物三百七十四種 糾正了很多前人的錯誤 而且在動植物分類裡面 都做出了很多的成就 還在生物學、礦物學、化學、地質學和天文學 都有重大的貢獻 這個真是中國古代的百科傳書 是呀 最後我們要再一次多謝李時甄先生 對秋空出席 尋找古代中國偉日成功故事的節目 分享他成功的心得 不用客氣 能夠分享自己的心得 我也覺得很榮幸 最後我想向大家說一句話 就是 天下無難事 為堅引意志 為成功之要決 這句話就是提醒大家 要做一個堅毅的人 擁有意志堅力 擁有毅力 雖然要遇到一些挑戰 當面對困難和挫折的時候 都會努力不懈 一直奮鬥 向目標種發 就算經得起時間的巧願 都不會輕易放棄 做事最終都會成功 邁向目標 希望各位觀眾 都可以學到李時甄堅毅的精神 下一集 我們將會邀請另一位中國偉人 他改進了東漢時候的造子技術 被譽為中國四大發明之中 造子術的發明人 他就是偉大的賽輪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集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我倆手一轉世便浮落五歲 任潮浪再舉 也終鬼滴水 何妨學習興州等得氣水 我都學不入,多次到武昌影校都是落了榜,但是直到我二十三歲的時候,我好想父親,我所請求父親... 暫停,暫停! 是因為我發現了很多的毒性藥品,可以久復現年,因而為禍百福 CUT! CUT! 4,3,2,Action! 我是希望可以遠攝深山光野,觀察和收集約密標表,除了親身為,去到各個採集和異議 CUT! 為什麼要幫你看? 前面看不到,很難! 你趕快! CUT! 4,3,2,Action! CUT! 我真的很敬佩你的精神! 你至少體弱多病,幸好你的性格高、直、純真、克服、訓難 只能做到一位有名望的醫學家! 你竟然很敬佩的精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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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CUT! 4,3,2,Action! OK 歡迎生產用! CUT! CUT! 好